以下我們來實際操作看看 我們使用snip paste 把你想要的影像把它截取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做多張的 合成 然後呢再加上它的步驟 我們可以像這樣來使用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把它複製好之後那下面的網頁下面還有很多其他內容 一次沒有辦法直接截取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那在pickpick我們把這個 圖像把它加入之後呢 在它裡面 還可以做一個畫布大小的調整 那如果說我們有比較高的比如說我們先抓高一點 1500那麼我們在下面這邊 就還可以待會的影像呢就可以再把它加進來 例如我這邊已經先截取好了後面的 我就可以從這邊直接複製 把它貼進來 類似像這樣繼續下去那麼如果您需要加上步驟啦 或者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可能 您需要的那個範圍比較大 那麼 一開始呢沒辦法 一個畫面就容納的下的 我們可以利用 pickpick它比較完整的這種影像處理功能 我們再來這邊 來加上這樣的這些說明 完成之後呢您可以直接選擇複製 或者直接透過 pickpick來做儲存的動作都可以 我們來譯成 2013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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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